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更重要是带给你快乐 因为很多的疾病是由烦恼而生 快乐呢就能够减轻我们的压力 减少我们的疾病甚至是康复 刚好在洛杉矶的有一个七天的电伙伴 听他师父的声音还有他唱歌 我都充满了欢喜 他们看到我他就讲说 我以前是好像冰歪歪的刚来的时候 那现在人就是身体改善 就觉得很有充力 看到我的话说 你最近好像气色特别好 好像又年轻人好像不会老 我真的很开心 就是说那么快乐 真的是没办法形容真的 要跨越时间看这个问题 要有这个时间的这个长度 广度 广度 还有一个叫做自然的道理 我们看懂这个自然的道理 心中那份苦 那种烦 那个生气 甚至是仇恨心 都会变大 和消失的 我这个鸟带我来学菩提堂书 很好的 这个菩提堂书大家都一定要来学 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很有帮助 他今年八十岁了 你从来以前没有看过他这么快乐 你现在可以随时看到他的嘴巴 就是张开的 就是因为他很快乐 人们在禅师的开示中感悟 升华 现场的加持与调理 则是每一次讲座与法会的高潮 从洛杉矶到西谷 禅师的歌声与鼓点 传递着吉祥的能量 当场 许多人多年的顽疾就得到了改善 甚至痊愈 中风七年 现在今天好一些没有 好 好多了 好多了 那你去走走看 走走看 好好走 往这边爬一爬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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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现在 腰活痛的人 腰感到很舒服的人 请把手举高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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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 师父的慈悲 我几乎没有办法形容 那个爱就像父母亲给你的关爱一样 然后你们再把这个爱传给大家 My mom has changed a lot too She said she feels more peaceful 亮的慈悲心感动了我的 我真的要今生一辈子 以她为我的老师 往前跟着她的脚步 一步一步地踏上去 健康 快乐 慈悲 金菩提禅师的美国之行 在加州温暖的阳光下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从白发的老人 到年轻的高科技精英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从她那里感到快乐 感到能量 更看到希望 一如禅师的新年祝福 一个更快乐美好的人生 正从新年开始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tę读